这个参考答案在这里 另外的话请各位一样 如果做区域的话 刚刚是产品 如果我今天针对区域的话 其实做法也差不多 大致上跟刚刚差异性不大 第一个一样的 把这边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工作法名称就是这一个 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区域C 复制之后的话把它贴过来 贴你有几种方法 按右键也可以 按右键123这个只有值 并且怎么样 可以把它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在这里 有标题栏按确定 移除之后就剩四个 再来的话就针对什么 这些资料做统计 所以这些资料的话 我就把它贴上 然后利用常用里面的刷子 刷一下这边好了 并且把它的框线 把它改成有内框线外框 按确定 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下好了 OK 那其他的话一样就是什么 conif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 插入环数 那类别你可以用 最近使用过的 因为如果你使用过的 这边都会 一二三 刚刚用过的 这边就会出现 所以聪明的做法 最近使用过的 conif 那range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范围 不过range 其实还可以 刚刚是切过去选 不过另外一个方法 是你可以用范围 用那个名称 那所谓的名称就是说 这个 假如我希望呢 这个变一个名称 名称在上面 这个也变一个名称 其实这几个都可以 所以我有一个做法 如果你今天 假如要变一个名称 选下面 上面是名称的话 有一招更快 选C1 一直选 选到G 再选到下面 这个整个选举 如果你要产生 这几个都是名称 如果名称刚好 在它的范围的上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 叫公式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顶端列 特别重要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这边选了 五个范围 我的名称 刚好都在上面的话 它就会帮我建立 五个名称 它的下面就是它的范围 那这样的好处是 以后呢 你也可以用范围来 做选举 用名称来选举范围 按确定 记得顶端列 选 记得连上面都要选 确定 刚刚有一个区域的 把它取代好了 OK 然后看一下 名称管理员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 那个我建立的名称 不过这边好像 刚刚已经有个区域了 所以 这边能说 两个通讯产品的 那这个把它先删掉 把它先删掉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 这几个都有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切到区域这边 如果刚刚 用Countif来做的话 Range你可以按F3 那我就找什么 我要找的那个区域的名称 就是区域 按确定 那Criteria的话 就是找前面这个东西 你也找回来 按确定就好 那用名称的好处是怎么样 它不需要再锁定的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 向下填满 不过回来怎么是 错的 零笔 可能也是这个名称的关系 我看一下名称 对不对 这个名称 区域 区域 前面这个名称 不过这边显示是 是啊 奇怪 这叫回来不对 再来 清除格式看 OK 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 不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公式 里面可能有点问题 那请各位试一下 再做一个什么 那个简报 是产品把它改成区域 用区域的方式来算 这三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怎么修改 其实我就把这个改一下 叫区域名称好了 把名称改 不过你会发现 我把这个名称 名称怎么修改 你就选它之后 有没有 然后在这边名称 把它改区域名称 或者说直接 就是重建 删掉重建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人 去找到这个名称 然后我看一下 我本来叫区域 那我就让给他好了 我就把这个 也许刚刚的部分 这个名称把它删掉 然后区域名称的话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就是我把这边选起来 输入区域名称 按个Enter 这个名称 那不过会有个问题 这边就出现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明明这边叫区域 但是那个区域指的 好像就不是这个范围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再重改一下 把这个怎么样 再改成F3 里面有没有区域名称 有 按确定就好了 然后按确定 向下填满 它要恢复正常 然后这个范围呢 我们就叫区域 所以把它再选一下 从选举范围建立 它的顶端列 就是它的名称 指的是下面 这样的话 等于是把名称 重新再定义一下 那如果说你出错的话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 里面看到 反正呢 它就是 你点选上面 它的名称 就是对应到 这个范围 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呢 点这边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范围在这里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改完打个勾也可以 或者把它删掉 要重新建立 这边的话呢 我是建议 那名称管理员 要熟悉 那再来的话 区域部分的话 就可以 有没有 直接去区域就OK了 打勾它就正常了 那单位的话呢 就是插入函数例 用什么 3米斧 那一样range 其实我要查区域嘛 所以你可以 凯提论先点 这个 去哪边查 去F3 一样是去查 那个前面的区域 对不对 范围 有没有 有的话帮我加总 加总什么 他要查单位 那个台 几台 按F3 去查那个单位台 有卖了几台就对了 帮我如果是 就把单位台加起来 加完 向下填满 OK了 那销售金额的话呢 再查入函数 一样用3米斧 quiteria 一定是查这个 去哪边查 一样是去区域里面查 然后加总的话呢 就是把F3里面的销售额 把它加起来 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可以看到 我一样 这边习惯是常用里面的千分位符号 然后把小数点去掉 因为它预设好像会两个 所以把它去掉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北区 它的销售金额是最多 大概是一亿多了 其次是中区 其次是南区 最少是东区 OK 那卖的台数的话 这边也都有 所以会统计出结果来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把那个简报 就是 简易的简报 产品跟区域部分 把它做完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感谢观看